Hello大家好,这是Li,我欢迎你收看今天的影片 前段时间接到了我的AD的一通电话 说我在上一年订购的这个劳力士的绿水鬼已经到货了 通知我过去拿 就是我现在佩戴的这只劳力士的新款的绿水鬼 新的Kermit,又叫Starbucks 那在取表的过程当中呢 我的dealer也允许我拍摄了一小段影片 所以在今天影片呢,主要跟大家分享 我已原价购买到劳力士绿水鬼的这样一个经历 同时呢,也解答一些网友关于购买劳力士腕表的一些问题 OK,那么这只腕表呢 我是在我们犹他州当地的All-Stars Dealer 叫做OC Tanner购买的 那在犹他州卖表的这个大的dealer并不多 那么这一家呢,算是相对比较大的 除了劳力士,他们还有卖百达斐力,IWC,卡迪亚,Omega,Bradlin 这些品牌他都有卖 所以呢,在这里面呢,经常我可以很容易的选到一些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腕表品牌 在上一年我跟我太太的结婚今天日 我就打算送给他一只劳力士的腕表 所以在网上呢,有给他看一些女款的劳力士腕表的一些图片 在众多的劳力士腕表当中,他选择了两款绿盘的腕表 一个就是31毫米的绿盘的Oyster Perpetual OP 另一个呢,同样是绿盘的 但是呢,是具有这个Sunburst Style的 有白金牙圈的劳力士的日志,Dayjust 这两只腕表他都非常的喜欢 后来呢,我就带他到这个店里面 刚好呢,这两只腕表 那个时候因为刚发售 他有一个试表的活动 所以这两只腕表的实物呢,我们都有见到过 在对两只腕表的实物进行对比之后呢 我太太非常喜欢这个绿盘的OP 所以呢,在当时就有订购了这只腕表 之后没过多久,我们就非常幸运的购买到了这只腕表 在当时呢,跟这个销售人员也说 我自己呢,也非常希望能够购买到一只 有绿色元素的劳力士腕表 来搭配我太太这只绿色的OP 在当时我的首选就是配备这个绿色表圈的 劳力士的submariner Kermade或者Starbucks 之后我在这家AD也购买了一些 其他品牌的腕表 但是从来也没想过,什么时候可以购买到这只劳力士的绿水鬼 因为这只腕表呢,毕竟是上一年9月份刚刚推出的一只腕表 而且呢,上一年因为Covid 劳力士的产量呢,是下降的 所以呢,从来没有抱任何希望能够买到这只劳力士的绿水鬼 当时收到Sales的电话的时候呢,自己非常的喜悦 非常开心可以购买到这只腕表 我们把这只腕表拿起来,我们把涅鲜的帽子拿起来 这很棒 但是没有人规规到它,或是拆了它,或是什么 不,这一定是我的最喜欢 在取表的时候呢,它没有帮我调节这只腕表表链的长度 同时呢,也问了他们一些问题 像他们这种专业人员呢,是如何调节劳力士的表链的 almost perfect, probably take one from here ok, and they started taking the tape off I try to learn how you guys do it, because I said I always scratch the screw head do you heat it up? there is actually a specific Rolex heater that heats it up when I started out, you just use like a lighter for a second ok, it was really tight 因为我自己呢,个人有很多劳力士的腕表 有的腕表呢,是我在网上二级市场购买的 有的是从朋友那里面购买的 通常在网上购买的腕表 我是自己去调节这个表链的长度的 我自己呢,有购买非常专业的这个螺丝刀工具 我自认为我自己是比较会调节这个劳力士的表链的 特别是它这种潜水表 它螺丝的底部呢,里面有这个胶水在这里面 它的胶水呢,是非常牢固的 这个呢,就使得你戴这支外表很多年 这上面的螺丝呢,也不会松动 但是呢,如果你更换表链的时候 如果非常用力的拧这个螺丝 经常这个螺丝刀呢,会从这个螺丝头上面脱落 来刮伤你这个手表表链的侧面 后来呢,我在网上有学习到 在拧这个螺丝之前呢,用这个打火机 把这边呢,加热 使得这个胶水呢,软化一点 这样呢,就更加容易的去拧动这个螺丝头 所以呢,我有这样去调节过很多 我的劳力士的腕表 有的时候呢,是很成功的 很容易把这个螺丝拧开 但是有几次呢,即便是我用这个打火机 烧这个螺丝的一边 同样还是非常紧 伤到了这个螺丝 所以跟他们的watchmaker聊完之后呢 他们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劳力士专用的工具 来加热这个手表的表链 而且呢,他们的螺丝刀 也要比我自己购买的这种专业的螺丝刀要好很多 这个呢,是我从他们学到的一点点小知识分享给大家 总的来说呢,我们犹太州当地的all-stars dealer 他们的服务呢,是非常周到的 而且也非常的有耐心 我跟他们呢,也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自己呢,也非常开心的能购买到这只我一直非常想要的劳力士的绿水鬼 搭配我太太的那只腕表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 在若干年之后呢,可能这两只腕表呢,会传给我的儿子和女儿 OK,那么下面就来解答一些网友 关于购买劳力士腕表的一些疑问 通常我做一些影片呢,经常会收到一些网友的疑问 就是说你的腕表都在哪买 通常他们可以在哪里购买到劳力士的腕表 我觉得呢,如果你想以原价购买到劳力士腕表 你当地的all-stars dealer是你最好的朋友 不要管其他人在哪里面购买到什么热门的款式 比方说我有一些表友,他在日本购买到很多热门的劳力士的款式 也听说有的网友在澳洲购买了两三只迪通达腕表 而且有的表友可能没有任何的消费记录 他到一个城市的一个表店购买到劳力士的水鬼 但是这个不证明你当那个表店就也能购买到劳力士的水鬼 或者一些其他的热门款式 所以第一点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如果你想要以原价购买到劳力士腕表 一定要挑离你比较近的表店,all-stars dealer或者boutique 去那里去询问或者排队购买一只劳力士的腕表 那么第二点呢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尽快的购买到你自己非常喜欢的劳力士腕表的款式 通常对于一些刚接触腕表的新手来说 如果你在一家表店没有任何的消费记录 你去这个店里面就想购买一只劳力士腕表 通常是很难的 所以呢在你第一次走进这个表店的时候 有一些网友会说可能你面临的是一个类似面试的过程 我觉得有一点严重了 但是呢可以说是面临一个你跟sales相互了解的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现在劳力士的运动款腕表呢在二级市场吵架确实太高了 你随便买一个热门的款式呢 如果你真的想要赚钱 你出门呢把这只腕表卖了 就会赚几千美金甚至上万美金 这样呢就导致很多人购买腕表呢 不是真正的去喜欢这个腕表 而是打算赚一点钱 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all threats dealer就不可能随随便便把一些热门款式卖给一个顾客 通常呢需要对这些顾客有一定的了解 大部分的ad呢通常会选择把这些热门款式卖给当地人 这也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说一定要选择离你家比较近的这个dealer 如果你去旅行 比方说你住在中国你旅行到纽约到这个洛杉矶 你也可以去当地的表店 但是通常你不居住在当地的话 大部分情况下sales不会选择把热门的款式卖给你 就像我自己去日本逛一些表店 人家通常都会先问你你是在当地居住呢还是只是过来玩 如果你只是过来玩呢他会知道你可能在今后不会在这个表店购买很多其他的腕表 可能之后你会到不同的地方购买不同的腕表 他们很难会把一些热门的款式直接卖给你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做这个换位思考 如果你是这个表店的老板或者工作人员 你喜欢把这个腕表卖给什么样的客户 我个人的感觉呢如果我是这个生意的经营者 我也不会随随便便的把一些热门的表款卖给一些普通人 我希望的是把这些热门的表款呢卖给真正喜欢这些腕表的人 而不是随随便便的看网上一些图片 social media或者觉得这只腕表的吵架很高就去购买的人 另外一点呢有的时候销售员会从侧面了解你的工作收入水平 和你每年呢通常会购买几只腕表 像我自己呢本身就非常喜欢腕表 所以每年呢我都会拿出一部分资金去购买腕表 而且呢有的时候也会购买腕表呢送给我的太太送给我的父母 而且呢我自己不光光仅对一个品牌有兴趣 比如今年我买了两只劳力士 可能明年呢我会选择购买iwc 卡迪亚 甚至购买百达菲利的腕表 通常dealer呢会更喜欢这种客人 你会一直不停的在这一家店进行投资去购买不同品牌的腕表 而且你购买腕表的目的呢并不是去赚钱转卖 而是真正的喜欢这只腕表 下面聊的第三点呢也是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有很多表友看到别人购买到一些劳力士的腕表 一定会觉得他是不是跟这个劳力士的销售有很好的关系 才能购买到这些热门的款式 我觉得你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呢是挺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你的消费记录 如果你在一家店没有任何的消费记录的话 你的第一只腕表呢还是很难购买到一些热门的款式的 最重要的还是你的消费记录 你有没有在一家店先购买一些其他的非热门的表款 因为通常呢我们走到这个店里面 你面对的这个销售员 他并没有一个决策钱来卖给你这只腕表 即便是这个销售员跟你关系非常的好 当真正要卖给你一个热门款的腕表的时候 他也需要经得他上面经理的同意 通常经理在批准卖给你这只腕表之前呢 都会看一下你的消费记录 看你之前呢都购买过哪些腕表 当然个别的表店除外啊 有的表店呢可能把很多的热门款式 都给这个 reseller了 所以购买腕表呢不要强求也不要急 也不要因为你买不到这样一只腕表呢 就去讨厌这样一个品牌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个品牌的错误 而是市场来决定的 最后一点呢也是要跟销售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去跟销售做一个朋友吧 通常大家的传统观念都觉得顾客是上帝 所以我去买一个东西呢我就是上帝 你呢就是来为我服务的 希望大家不要抱着这个心理 因为很多打算购买这种高级腕表的朋友呢 基本上都有一点钱 有一些人呢甚至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但是你到这个表店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一个谦虚的态度 不要进到店里面呢就给人一种感觉 我就是有钱你就一定要把这个表卖给我 像在美国大部分的表店呢都没有配表的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不要走到店里面就问人家 我想要劳力士的迪通拿 我得配什么表 通常大家听到你这么问呢基本上都不愿意跟你继续交谈了 这些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购买劳力士的小技巧吧 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呢手表毕竟不是大家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品 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 所以呢买得到买不到都没所谓 而且呢也不要把手表当做一个很好的投资 不要靠买表去赚钱 如果大家真的想去赚钱呢 你可以去投资一些数字货币股票房地产 都要比手表呢更加容易去赚钱 不要去转卖 而且我们的时间呢最重要的还是要留给我们的工作朋友和家人 不要因为一只腕表呢就影响了你的生活 有的表呢可能因为一些腕表跟自己的朋友的关系都越来越差了 这个呢是真的不值得的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影片点赞留言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 i'll see you